刚刚看到是俄乌战 接下来是在加萨的这场战争 以色列地面部队 现在是持续深入加萨南部的拉法市 撤离的难民一批又一批 他们撤到地中海沿岸地区避难 从最新的卫星空照图 很清楚地看到地面大规模移动的痕迹 原来有搭满白色帐篷的七遇 乙军已经全部铲平了 以色列关闭了埃及和加萨的通道 那么很多国际援助 包括国际援助的人员都受困在那里 没有安全管道可以撤 有的义工受困已经超过两个星期 美国从3月开始在加萨沿岸 搭建浮动码头 希望透过海上渠道把物资送进去 在这个星期四码头终于正式启用 以色列地面部队持续深入加萨南部拉法市 航客车在当地的东部地区集结 锁定四个哈马斯部队攻击 又造成不少巴勒斯坦贫民死伤 美国总统拜登再三警告 不要攻拉法 以色列制弱网闻 坚称目前的军事行动 是有限而非全面攻击 大批拉法居民持续撤离 前往地中海沿岸地区避难 最新的卫星图上可以清楚看到 地面大规模移动的痕迹 原本搭满白色帐篷的区域 现在全被以军产平 埃及与加萨边境的通道 是国际援助团体和物资进出的门户 一个星期前遭到乙军占领后关闭 许多国际援助人员受困加萨 一名美国医生已经受困半个月 受困的医疗人员表示 当地所有消毒用品已经用尽 病人伤口开始升区 手术台使用后也无法消毒 状况十分恶劣 他们还得实时担心 与军会攻入 美国从3月开始就着手在加萨沿岸 搭建浮动码头 为物资另辟海上输入通道 共动用了上千名美军 耗费将近3.2亿美金搭建 浮动码头周四终于完工启用 未来两天将接收海上物资 再以卡车接驳送进加萨 加萨难民对美国的协助不太领情 有人甚至反对这项计划 担心这是要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加萨的行动 拜登政府为阻止 园外法案提供一国武器 16号法案在众议院表决过关 拜登表示会否决法案 国际社会也试图用其他方式阻止以色列对加萨的迫害 南非请求国际法院下令停止攻击拉法 美国校园挺巴勒斯坦的运动持续发酵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抗议者 占领了一栋教学讲堂数个小时 警方周四从学生手中夺回了建筑 之后又拆除帐篷 学生坚持不离开 与警方对峙叫嚣 数十名学生遭到逮捕 芝加哥地博大学的学生扎营抗议 警方进入强行拆除 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 又有数十名学生退席抗议 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TVBS新闻总和报道